什么美食让人们赞不绝口 太好吃了 又是什么美食带着满满回忆 他一心造福乡亲 却欲制作难题 我一抬起来 这边又露出来了 他返乡创业 却问题重重 帮帮团专家现场调查 能否帮他们解决难题 看高手来了 粽子飘香 米果甜 耕牛在我国传统的农耕文化中 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每逢年节 壮香多地农户 都要给牛带上红花 感谢牛一年的付出 敬牛也是人们 对来年五股丰登的祈祷 广西是我国水稻的主产区之一 数千年的稻作文明在这里延续 承载着世界野生稻最早驯化地的纳文化 守护千年稻文化的龙脊梯田 无不展示着农耕文明的传承 在壮香重要的节日庆典中 稻米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他们用五色糯米饭 粽子 瓷巴 黄馍馍 米花糖 来感恩大自然的馈赠 最近李海燕每天都在各粽子摊上 观察粽子和询问粽子的制作手法 因为她要完成一项特殊的任务 本期节目求助人李海燕酷爱传统手工艺 求助问题如何制作百斤粽子 接到求助 邦邦团栏目组派出邦小哥实地走访调查 这个粽子大 这个粽子有七八斤 七八斤的这个 你看它像个婴儿的枕头没有 真是 像个枕头似的 对 我们就叫它枕头粽嘛 在五名 小的粽子一一两斤重 大的可搭一二十斤 由于壮四婴儿的小枕头 因此得名枕头粽 中间是五花肉 中间是五花肉 黄色的这一圈是什么 绿豆 外边这层是 白糯米 糯米 是咸的呀 粽子 对 是咸的 特别棒 那五花肉的香味 就既有肉的香味 中间的这个 它是那种粉粉糯糯的口感 外边的这个糯米 又是黏黏糯糯的 真的是三种层次的口感 粽子是壮香人喜爱的美食 不仅仅是端午 日常生活中也必不可少 他们用粽子来护送祝福 从小跟着爷爷奶奶 长大了李海燕 百家饭可是没少吃 李海燕到城市工作后 乡亲们对爷爷奶奶 更是照顾有加 这份恩情 她始终铭记于心 我现在也利用山里面的地理优势 带着乡亲们致富吧 李海燕结合壮族文化 打造文旅基地 带动乡村旅游来造福乡亲 于是 李海燕想做一个超大的粽子 并以大粽子为主题 举办一场长桌宴 以吸引更多的人来旅游 但这超大的粽子 却难住了李海燕 为了让小哥明白 难从何来 李海燕带她体验了包粽子的过程 这就是粽叶啊 啊 粽叶 为什么选这种叶子呢 选中叶呢 这个它有一点淡淡的那个香味 它会蒸透到那个粽子里面去 中叶 属多年生草本植物 有清热结属的功效 在五名家家户户的门前屋后 都有它的身影 包枕头粽 除了粽叶外 还需要准备年性好的大香糯 和去了壳的绿豆 提前浸泡四到五个小时 除此之外 则是用蚝油 盐 生抽 腌上一整天的猪五花肉 先放糯米啊 对对对 再放 粽豆 再放肉 对 这个再把肉盖上 粽豆 这样 对对对 再放这个 这样的话 它这个肉是包在最中间的 对对 一加热之后 它那个油脂 就把那个米给浸透了 所以这个灵魂就是 五花肉 壮家人包粽子 都是根据自己的口感 原料所以添加 但想要塑造出枕头状 可不是那么简单的 这边捏下来 这边捏下来 这边包进去 再翻过来 虽然有点丑 但是这个形状 我觉得已经出来了 粽子塑好形 用草绳捆扎结实即可 但要制作百斤粽子 除了更大和更多的叶片外 在粽子的包质和捆扎过程中 也是难度颇大 要补三层 对保那个米不会漏出来 最难十几斤的试一下 对对对 接下来最难的一步就是 要把那个叶子往后翻的时候 我一抬起来 它这边又漏出来了 这儿已经漏了 这就漏了 是啊 虽然只有十几斤的米 但包制时 由于叶片滑动 漏米成了最大问题 为了保证不带漏米 黎海燕又增加了两层叶片 可以啊 感觉能吃上劲了 算是包上了 这算包上了 一起台是吧 对对 这还是 等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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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米散出来了 这头 这头不行 所以我看刚刚 其实折的这一下 是难度最大的 对 这个为什么非要向下折 向上折不行吗 下折的话 它会可以脱出那个粽子 形状也好 形状也好看 每一个容易实现的手法 在大粽子身上 就是真的是 一百倍的难度的提升 根据计算 要制作百斤粽子 需要糯米50斤 绿豆20斤 五花肉20斤 再加上粽叶 总重在108斤左右 为此黎海燕 还专门找了个大桶 作为蒸煮容器 但如何包制 黎海燕犯了难 为了帮黎海燕解决难题 栏目组检索田园 帮帮团专家库 找到一位包粽子的高手 本期帮帮团专家 蓝冬玉 38岁 广西灰水粽 制作记忆 第五代传承人 黎海燕在帮小哥带领下 到蓝冬玉粽子加工基地 参观学习 这是黑色的 黑色 您见过吗 没有 这个是用稻草灰做的 黑色的枕头粽 是将稻杆燃烧后产生的灰 细筛后和米混合在一起 然后按照枕头粽的制作方法包制 那这加了草木灰的粽子 口感到底如何 它没有那个灰的味道 没有 草木灰的味道 没有 我感觉吃的比喉 我们自己包的那个好香多了 外边的层是 软软的 粘粘粘弹弹弹弹的 草木灰俗称草碱 有增色 增香和改善食品品质的作用 普通的枕头粽 有了草木灰的加入 不但香味增加了 而且让粽子变得更加弹性十足 可以了可以了 煎到两边金黄是吧 对 现在可以了 好漂亮 好漂亮 哇 绝了 表面是脆脆的 跟锅巴一样 一边弄弄的 因为肉煎过之后 它更香了 它又不那么腻了 作为粽子制作技艺传承人 蓝冬玉对一百斤粽子的制作 是否有高招呢 一百斤的粽子 其实我自己也没有包过 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 第二天一早 做足了功课的蓝冬玉 来到李海燕家里帮忙包粽子 一百斤粽子 铺设叶片宽一米左右 行1.6米 根据计算 要交叉层叠铺设六层叶片 需要大片的叶子 两百到三百张 而目前叶片数量和桌子宽度都不够 于是大伙便开始忙活起来 帮小哥和李海燕负责采集到足够的粽叶 而蓝冬玉则要考虑更重要的事情 最难的就是怎么绑 怎么绑那个粽子 就绑得结实 绑得不漏米 而且搬动的时候它不变形 叶子铺上叶子 包的时候就这样子一溜 两根竹竿一抬起来 对 一抬起来 哦 这样就好记忆 就整齐了 哎呦 这个办法很聪明啊 几人把叶片增加到了八层 一切准备就绪 接下来就是加馅料了 如何加料才能保证大粽子的口感 蓝冬玉把传统的五层馅料改为七层 按照糯米 绿豆 五花肉 绿豆 五花肉 绿豆 糯米的顺序进行铺设 这样五花肉的肉香能均匀地渗透到整个粽子 我们现在在上面盖一层 跟底下一样 上面是八层 上面也要八层 不完了是吧 直几本 到了最关键的一步 拿这个竹竿往里面拢 这个你负责绑 我来抬着 你来抬 我来抬着 绑 你们来绑起来 我们这个竹竿得收得紧一点是吧 对 竹竿真的收紧一点 这是个力气活啊 坚持 准备绑好了 有了蓝冬玉的竹竿助力 捆扎问题顺利解决 然而最困难的折纵脚 是否也能顺利完成呢 最关键的一步 对折了啊 可以放了 可以放了 慢点放了 粽子一脚顺利完成 此时时间已经过去了十个小时 接下来要撤掉竹竿 借助木板折另一脚 抬上来 抬 抬 走 伸伸伸伸伸 走 两边的粽脚都扎好了 大家悬着的心都放了下来 接下来给粽子绑上龙须 这也是枕头粽的点睛之笔 接着村民们现场帮忙改造煮粽子的大锅 睡就好了 村子里年轻人你会发现好多人都在 那一刻你会明白 粽子对于当地人的意义 它可能已经不只是一个食物了 它代表了一种凝聚力 代表了一种团圆 所以你会感觉到 这个民族的文化真的渗透在生活当中 日常当中的点点滴滴 终于成功了 谢谢林老师 没事 很有意义的一天 我就想包一个这么大的粽子 然后大家一起可以开开心 然后去享受这个美食 享受这个幸福 在龙年的时候 大家顺顺利利 在蓝冬玉的帮助下 李海燕完成了自己的心愿 一代又一代的撞香人 把对于美好生活的祝福传承下来 我想有意义的一天 第三天一早 煮了三十个小时的粽子 在众人的帮助下顺利出锅 一个百斤粽子完美收官 接下来长洲宴的预热活动正式开始 大家一起来保佑传媒 保佑传媒 一百来今晚保佑传媒 向佑传媒 有我们的好 我们的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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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好 我们的强 我们的强 我们强 强 强 多子多福 五股丰盛 带人顺顺利利 高丰盛 热闹的氛围中 也把活动推向高潮 那这个粽子有多重 口感如何 231斤 减区板的重量30斤 那就是200斤 粽子在经过原料的浸泡和加水蒸煮后 重量几乎翻倍 全场的口水都流下了 粽子叶的味道渗透到我们的米 再渗透到我们的肉 和我们的肉融为一体 煮成了这样香香糯糯 入口即化 糯米也好 香又甜 太好吃了 这个好好啊 定也 定也真麻烦 为了让全村人分享这份快乐 分享粽子带来的浓浓祝福 以粽子为主菜的长桌宴 也如期举办 在热闹的氛围中 李海燕的心愿达成 但在江西干州的和盛 却碰到不同的难题 金灿灿黄溜溜 石旧里装满客家人儿时的记忆 哇 好好吃啊这个是吧 真假难辨 手法不一 帮扶过程 一一化解难题 跟这个还真的有点像像的地方 我感觉多吃一样呢 在刘金平的指导下 和盛能否学以致用 敬请收看 高手来了 粽子飘香 米果甜 在江西省干州市的崇溢县 有一种颜色金黄的食物 既可以蒸食 又可煮汤 或搭配各种食材炒 糯香味鲜 柔韧可口 早在南北朝时期 客家人将黄原米果带入干南 当地一直保留着 食用黄原米果的传统 因此不少人做起了 黄原米果的加工生意 然而和盛的米果 却出了问题 本期节目求助人 和盛 求助问题 黄原米果质量不稳定 和盛的家 位于崇溢县的上宝乡 这里是国内三大梯田奇观之一 上宝梯田 梯田之上 仍保留着一种古老的稻米 大和米 米粒短圆 透亮有光泽 独特的粘糯性 使它成为黄原米果的 不二材料 大哥这是在打米果吗 就是用这个棍子 搅那个东西吗 这还得好几个人一起弄 大得很漂亮 很好吃 黄原米果金灿灿的黄色 于是喜庆富有 制作技艺也颇为考究 先要冲洗浸泡过后的大和米 再放到木增里蒸熟 淋上用植物减水和槐花 提炼而成的天然色素 便是黄原米果金黄色泽的秘密 已经可以吃了 就是大米是吧 大米 也好吃 还有嚼劲 好香 特别筋的 转一下 这个棍子要转一下 慢慢地转一下就回 它就比较好拉出来 这得打多长时间才能弄好 至少的话也要半个小时一上 打黄原米果 是干南客家的一项重要民俗活动 锤打过程需要多人协作 用木棍反复锤打石旧里的熟米 从而更具粘性和韧性 打黄原 不仅要趁热 将刚蒸熟的范粒打烂 还要趁热 做成圆形 方形 条形等形状 其中圆形最为普遍 象征着团圆圆满和丰收 是中国人特殊的情感图腾 和胜在做黄原米果前 一直在广东打工 有了小孩以后 决定回到家乡创业 虽然自己没怎么做过 但是从小吃米果长大 耳濡目染 觉得应该不难 就按照记忆中的做法干了起来 但是做了几批都没能成功 大哥这些米果全都是坏了 对 那是坏了的 而且上面都已经裂了是不是 裂的是晒干的 晒干了 晒干它就裂开 因为你不晒干 如果你在这里放下去 还更会坏 那为什么这些是小块的 这些是大块的 这些怎么回事 这些切小了 切小了以后我把喂鸡 每天早上一大瓢子 下午一大瓢子 如果连鸡都不吃的话 那你这个东西真的就是浪费掉了 为了帮和胜尽快找到问题的原因 帮帮团栏目组通过专家库 检索到了一位黄原米果的制作高手 米果 它是人工棍的 人工棍的 可以吃的 咚咚 本期帮帮团专家 刘金平 从事黄原米果加工销售六年 一番查看 刘金平发现最大的问题 可能跟米果的色泽有关 何大哥你看一下 这个是颜色更大 然后这颜色更深 它碱水的皮色也是不一样的 比较还是看上去 淡的碱水它做出来的米果 一个是打不烂 然后第二个色泽度不好 碱水浓的话 它打的米果全部没有一点米心 一个透一个亮 看起来很光滑 然后吃起来很有嚼劲 这种米果我们炒起来 两种是完全不同的口感的 碱水和面 能收敛面筋 使面团弹性增大 让口感更好 更容易消化 那和生的碱水 出了什么问题呢 这些剩好了碱水 对 这个碱水有问题吗 看看 第一它的黄度不够 然后它的这个浓度 我刚尝了一下 它的浓度也不够 什么味的这是 你要不要尝一下 这个是可以尝的是吗 可以可以 色的味道 就是小时候吃那个馒头 就是碱面 给你发电发过了那个味道 这是同一批灰过滤层碱水的 这个灰的话也有问题 要做地道的黄源米果 不能用市面上买的碱面 必须用当地黄源柴烧制的木灰 去做碱汁水 这已是黄源米果名字的由来 而专家看来 正是所谓的黄源灰出了问题 我说没有问题吗 这个灰 它的不是黄源柴烧成的灰 但是我就是黄源柴烧的嘛 你认为这就是黄源柴烧的吗 对 这也是我剩下的那个黄源柴 这里剩下的三次烧了的黄源柴 这都不是黄源柴啊 不能不是黄源柴嘛 不是 对 这不能嘛 那真正的黄源柴会是什么呀 又为什么一定要用黄源柴来做捡水呢 这个就是 这个就是黄源柴 这个 这跟大哥那个不一样是吗 我感觉都是一样呢 这样一对比就可以看得出来 是吧大哥 树枝的颜色 对 它的板子的颜色不一样 两个完全不一样 然后它的这个树枝里面 你看有这个籽 你看我们大哥看了这个 没有 今天我们找到黄源柴是有的 这个东西就是它的籽 对 还真的不一样 为什么要用这个黄源柴烧那个灰呢 因为我们祖祖贝贝的话 都是这样流传下来的 就是用这个黄源柴来烧 烧出那个水 然后嫩馨好 这香味很香 黄源柴也叫黄锐木 属山茶科 黄源柴的根和嫩叶可以入药 具有解毒止血消肿的作用 砍回来的黄源柴要烧成灰 方便从中提取出植物碱 这种植物碱带有植物本身特有的香气 能做出滑润口感和独特风味 大哥你看 这区别好大 区别大 是吧 是吧 你看颜色上面 大哥这个是不是发白 对啊 这个你看你这个 没那么白 没有 黄源柴作为天然碱 是制作黄源米果必不可少的一种植物 过滤经过反复沉淀得到淡黄色的碱水 接下来和圣要给碱水增色 当地用的是淮花未开始的花蕾 也叫淮米 不仅是一种很好的天然燃料 而且还具有清干降火 止血降压等药用价值 用少量碱水和淮花 熬出浓郁的色泽之后 再兑入剩余的碱水中 此时的碱水达到最佳效果 把制作好的碱水均匀撒在米饭上 白米饭会立刻变成金黄色 再反复搅拌 尽量让每一粒米都能上色 好烫 好烫是吗 虽然烫的是手 但是其实心里边还是热乎乎的 是不是 那肯定做的才肯定高兴的 上好色的米饭经过附蒸 20分钟后就可以放到石旧里打果了 哇 好烫吗 红色的 来来 一起来 来 小心小心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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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大哥你看我们通过就是刘老师教我们做的那个碱水 嗯 做出来的这个米果跟你之前做的有区别吗 有区别 更好看嘛 好看 更亮了 比较有韵性 比较滑嘛 因为它指点传说给我的 我现在都把米果做好了 最开心的 压扁之后我们再还一包 这里一包 嗯 慢点慢点慢点刘老师慢点 包了之后按一下按下去 因为这样一包的话它就这里就是圆的了 你说起来这个挺简单 可是做起来还是感觉有点挺有难度的 不会是吧 是吧大哥 挺我觉得挺有难度的 摔一摔 来我的圆形就已经出来了 好快啊 哎 大哥那个怎么样刘老师你看 哦 好圆啊 是还不错 是不错 还不错 还不错啊 嗯 再把它压扁 做好了 这是我的 为了让和胜更好地掌握米果制作记忆 刘金平邀请和胜到自己的工厂参观 和大哥小面你看一下啊 有两个操作 一个是棍打 一个是鸡打 大哥你看啊大哥 它个个米果的大小都很均匀 对 你就这样看过去 你发现它都是其实都一样的 是是 它做面的话都是一样的 你这样看它其实上面都是泛着一种光泽 对 很亮 统一的形状 用黄原柴烧成的灰 河里的灰水配比 这些都是刘金平用了四年的时间 反复试验换来的宝贵经验 你看它这个白开的时候 哇 对对 怎么可以拉那么长 来 因为它嫩性 所以说这个Q长Q长的 哇 哇 怎么样 就是特别的细腻 是吧 它比较滑还有绿性比较 好好吃啊这个是吧 粽子和米果见证了一代又一代 传统记忆的传承与发展 祖先用汗水和智慧 将大自然的馈赠浓缩成美食 在稻文化的传承与发展中 见证了中国数千年的农耕文化 我们下期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